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次会议会用中文和英文进行 如果大家需要翻译的话 请从外面的接待处索取同声传语器 很遗憾没有法语 没有澳大利亚语 也没有意大利语 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 汽车物流集团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 也就是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的汽车物流协会 欢迎大家来到2017年的汽车物流协会 我的名字叫Louis Yakumi 我是汽车物流集团的发行人 同时我也是汽车物流以及整车物流杂志的发行人 而且我也是汽车全球协会的召集人 那么这些会议呢在墨西哥 欧洲 美国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当然在大中华区呢都召开过 每次回到上海呢我都感到非常的高兴 其实距离上一次我们的中国年会呢 只有一年的时间 但是在这一年当中呢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中国的汽车行业呢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汽车制造商呢在全球范围内建造了更多的汽车制造厂 那么墨西哥呢是最新的一个目标 那么吉利集团的成长呢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他对沃尔沃进行了投资 同时呢他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叫林肯扣 中国呢在电动汽车的研发方面呢也走在了前列 而且中国汽车的战略呢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从廉价到高质量 也许在汽车零部件领域呢这一点显得尤为的突出 我们的供应商呢通过收购以及对最佳的技术进行投资 和最佳的人才进行投资呢来获得全球的增长和扩张 我不知道美国的新政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美国的新政府对于中国来说是个麻烦还是一个机遇 以及这对汽车全球的汽车行业意味着什么 因此呢在接下来两天时间呢我们有很多内容可以讨论 这对物流意味着什么呢 所以这一切呢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显得更为的重要 我相信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社交茶席 以及我们的这个私下交流当中呢进行充分的讨论 每年会议呢都会有一个非正式的一个主题 那么2017年的会议的主题呢就是把人聚合到一起 其实我觉得当然任何一个会议呢都应该聚人气 但是今年呢对于每个会议而言都有一个特别的理由 尤其是对一些特殊的会议而言聚人气变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合作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旋律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的涌入到汽车制造行业和汽车物流行业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标准化 在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能有太多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开始寻找接口之间的这种标准化 也就是如何让不同的技术能够相互的衔接 我们呢将汽车物流行业当中最重要的400个人请到了会场 而且呢我们还有超过200位整车和零部件的供应商 同时呢我们还请来了很多的这个汽车物流服务行业的代表 所以请大家尽情的结交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 并且尽情的提问 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的赞助商进行更多的交流 他们有他们的产品服务和知识 来为你们公司在本地区的增长的提供帮助 我们要感谢FedEx还有Kartu Delivery Networks 这是我们的金牌的赞助商 我们的全球赞助商也包括我们也包括我们的第一个中国的中方的这个赞助商 像长久集团 还有Chap Jeffco 还有Walnut 还有DS Smith GLP全球物流 还有Inform 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会场外面呢都有自己的展台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请参观一下他们的展台 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些材料 好 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正式的会议环节 在接下来两天时间里面呢我们会介绍很多的内容 包括新的技术 新的物流行业的安排 以及汽车制造业发生的一些变化 整车的物流 还有包括这个包装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接下来两天时间里面要讨论的一些主题 那么明天呢我们会把这个主会场一分为二分成两个会场 会有一个专门的中国的这个物流和采购方面的一个分会 那么我们的第一节的讨论呢主要了解的是中国的物流在未来几年的一些展望 非常荣幸的我们请来一些在汽车物流行业方面比较重要的人士 包括来自物流采购联合会的重要的代表 当然了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客户的代表 首先呢作为今天的第一位发言人 有请蔡敬先生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副会长 也是我们本次会议的合作伙伴的代表 蔡敬会长 请您进行本次会议的开场发言 谢谢 尊敬的 博会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 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参加今天的会议 那么按照今天会议的这个安排 我在这还是像去年一样 和大家一起来沟通一下 中国的这个宏观经济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说出自己的看法 那么对当前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判断 我个人是这么三句话 一个呢叫稳中有升 第二个呢是叫稳中向好 第三句话呢叫稳中私优 思考的是优虑的优 稳中私优 那么我们说中国的经济稳中有升 表现在哪个方面 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 经济增长的速度 增速是在回升的 大家也很熟悉 我们也是在做中国的这个采购经济人指数 那么到三月份 中国的采购经济人指数 制作业领域的是51.8% 连续三个月都是回升的 而且连续三个月都是在51%以上 所以说这就反映出来中国的经济增长 应该是平稳的 而且在平稳的基础上有所加快的 所以说我们预计一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长 应该可以保持在6.8% 这么一个左右的这么一个速度 那么这么一个速度的话 应该是符合预期的 是符合6.5%到7% 这么一个平稳适度的增长区间的 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从汽车的情况看可能特殊一些 一到一季度的整个汽车的形势 还是不错 当会我们徐主任和肖秘书长都会讲 整个汽车的形势还是不错 应该增长的速度 而汽车产量的增长速度 应该会超过GDP的6.8%这个水平 还是在7%以上 当然三月份可能要缓一些 当会他们两位会更具体的来介绍汽车的情况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 宏观经济的增长 增长是平稳的 增速是平稳的 而且在平稳的基础上是加快的 这是一个稳中有升 那么第二个稳中有升就是效益 利润是回升的 去年这个时候 整个工业领域的利润 或者是整个这个效益来看的话 是负增长 那今年来看的话是回升的 是增长的 尤其是从我们物流领域来讲 这个营业收入的利润率 已经达到了10% 那就是说比去年的同期 至少回升了两个百分点 那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讲 物流领域的利润率还是不错的 回升的是不错的 所以说中国经济 我们说稳中有升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效益在回升 利润在回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当然第三个方面 利润回升的原因 是市场在活跃 价格在上升 所以说一到三月份 一季度以来 还是延续去年 一些特别是一些大众商品的价格 保持了一个比较适度的回升 虽然有些商品的价格的升幅 有一些理性的回落 但是呢它还是保持回升的 特别是在一季度 我觉得这个大众商品的价格回升 和市场的活跃是相适应的 是相适应的 不像去年可能是涨得过快 造成一定的市场波动 那今年的话应该说是 和市场的需求 和市场整个 整个这个基本面是相适应的 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了 从这个方面 无论是从这个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好 价格的回升也好 还是从效益的回升也好 都反映出来 中国经济稳中有升 当然首先 我们立足的是稳 不能够把眼光 盯在这个身上 还是在稳上 还是求稳 所以说呢这是 一个方面 那么我们说 第二个方面就叫做 中国经济 叫稳中向好 我们说稳中向好 主要是质量 是进一步向好 而质量向好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就是中国的这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不断深化中间 应该说初见成效 那么从我们这个领域来讲 有这么几个方面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一个就是降成本 这个方面应该还是 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那么中国的物流成本 去年是 2016年是11万亿 跟GDP的比例是 14.9% 那这个14.9% 跟上一年 跟15年同期比的话 降低了1.1个百分点 那说明这个成本 降成本的这个过程 应该还是比较明显 一季度 这个成本的下降 还是在继续的延续 我们观测到 因为一季度的这个GDP 没有出来 那么我们把物流的成本 和物流的总额相比 以每一单位物流的总额 它的成本下降了 1.3% 下降1.3个百分点 所以说呢 还是在继续的回路 这个成本 还是在继续的下降 从整个工业领域来看 每一百元的工业产值 它的成本是 85块钱以下 84块多 那也是多年来 中国的 每一百元工业产值的成本 多年来第一次下降 在85以下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供给侧 结构性的这个改革 在不断深化中间 从降成本这个角度来讲 应该是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 我们看库存 因为要去库存 那么去库存的情况来讲 应该说一季度 应该说整个这个 库存的周转期 在明显的加快 而我们有一个库存指数 其中一个周转期的指数 三月份是56.9% 那就跟去年同期 大大的提高了 八点几个百分点 具体的小数点记不得了 八点几个百分点 那就明显的这个库存 库存的周转期 在明显的加快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质量也是在提升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 结构在进一步的优化 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PMI的指数中间 可以明显的看得到 高新技术产业 始终保持比较高的增长水平 逐渐逐渐在形成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动能 逐渐逐渐在占有一些 主导的地位 包括高端装备业 包括我们汽车里头的 高端产品 都在逐渐逐渐 都是增长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质量也是不断地提升的 所以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 所以无论是从降成本也好 这个去库存也好 还是结构的优化也好 包括融资难融资 就是这个去杠杆的这些方面 这个效益都是 这个质量 整个这个过程的话 应该说是 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国经济 在经济增速 适度增长的过程中间 或者平稳增长的过程中间 它的质量在不断地提升 是朝着预期的方向 在发展的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 就叫做稳中向好 第三个方面就是 中国的经济虽然趋稳 而且稳中有升 稳中向好 质量在提高 但是我们还要稳中私优 私就是思考的私 要考虑优嘛 就是优虑的优 我们要稳中私优 一个方面来讲 就是我们还是要 继续地保持 在平稳增长的基础上 要保持中国经济的质量 的不断提升 还是要抓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条主线不放 还是要深入地推动 中国经济的这种转型升级 而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 当前的中国经济 虽然比较平稳 而且在平稳的基础上有回升 而我个人感觉到 就是我们的增量的过程中间 就是回升的增量的过程中间 还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是靠一些高能耗 高投入 高成本的一些领域和产业 来拉动的 比如说钢铁行业 原材料工业等等等等 这个当然在当前是非常有必要 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 我们还要进一步地做结构优化 要把长期的效益 和要长远结合 把这个长短结合 把短期的这种效益 和长期的质量的增长 要结合起来 要把经济增长和经济的质量 要好 这两者的关系要很好地处理好 所以说这个方面 我们是要稳中私优的 一定就按照当前的中国经济提出的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 也提到了 一定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进一步地深化 去产能 比如说钢铁 还有去5000万吨的钢铁产能 1.2亿吨的煤炭产能 等等等等 这些工作要做到位 才能够使得我们的经济 能够既保持一个平稳的增长 又推动经济的增长 的质量不断地提高 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式 要进一步地高端化 向中高端化去发展 当然我们一方面要做减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做加法和成法 对一些高新的技术产业 一些新业态 我们还要加大投入 来推动这些业态 形成中国的新动能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我们说稳中实优 就是要 还要进一步地去激发 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 或者是企业增长的内生动力 而现在来看 虽然经济增长非常不错 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从经济增长的内生的动力来讲 还是需要进一步地去激发 比如说我们的民间企业的 民间的投资 现在就增长还是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缓慢的 那说明我们在 经济增长的一些新的亮点方面 还需要进一步地去培育 在政策方面还要进一步地去支持 民间的投资 所以说这些方面 我们是需要去进一步地去做到位 通过改革做到位 来进一步地激发 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市场的内生动力 这样的话才能够推动中国经济 向一个更高的 更高的 更高质量的 更高水平的 更加高端的 这么一个发展空间 这是第三个方面 那稳重石油当然还是要防控风险 防控过剩的风险 防控金融的风险 等等等等 这些方面我们还要做 所以说 总体上来讲 当前的中国经济运向还是比较良好的 从全年的情况看 这种良好的运行态势 我觉得还是能够继续保持 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全球的经济复苏 在今年来看还是比较明显 我们也做了一个全球的PMI指数 那全球的PMI 三月份是54点几 很高 进一步的回升 所以说呢 整个世界经济 逐渐逐渐在进入 进入到一个活跃期 这个对中国来说 在中国 对中国经济来说的话 应该是创造了一个 非常好的外部环境 这是一个非常好 第二个呢 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进一步的深化 力度在不断的加大 这样的话能够进一步的 这个激发市场的活力 企业的生产精英的积极性 这个方面来讲 应该说改革的红利 在进一步的释放 第三个就是从今年来看 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 能够保持一个平稳适度的增长 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是能够对中国经济 保持平稳增长 提供有力的支持 支持 第四个方面就是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 它真正来 真正在做自身的这种改革 企业自身的改革的进程非常快 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通过模式的创新 优化流程 提高协同性 降低提高效率 提高协调性 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来提升它的利润空间 在这个方面 企业 中国的企业 步伐是卖得越来越大 第二个方面就是 中国的企业在不断地利用新的技术 新技术 新技术 新科学的应用 在中国的企业来讲 从去年开始 这个越来越具有普遍性 包括像人工智能 无人机 无人车 大数据 等等这些技术 都普遍在各个领域 各个企业在应用 这些技术的应用 应该能够激发企业的活力 推动企业的生产经营 能够进行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所以说从这些几个因素来看 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间 或者在全年的发展的情况看 应该能够保持当前这种平稳向好 稳中向好 稳中有生的这么一个基本格局 谢谢各位 我就讲这么多 谢谢蔡先生 这是非常积极的一个演讲 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 对中国的行业来讲 对中国的经济来讲 都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信息 我们也当然希望这回帮助我们的 其实物流行业 我们也会扮演我们的角色 来确保未来是积极的 好 接下来呢 我要代表我们的协会呢 来欢迎徐长明副主任 是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 来 徐先生你请 各位代表大家早上好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 对当前汽车市场形势的看法 从两个角度吧 一共20分钟 一个是对一季度的形势 做一下判断 第二个呢 是针对一季度新出现的情况 对全年的形势 做一下重新的估计 去年年底呢 我们做了个乘用车8% 汽车总量呢 跟GDP等速的一个预测 那现在情况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看看最新的情况 我们有一些分析 这张图呢 我们对一季度分析呢 主要分析这个乘用车吧 我们看看 这是乘用车的速度 一季度的量呢 是558万辆 速度是8% 这是按批发数据看 那去年的四季度是17% 大概将近掉了9到10个百分点 今年三季度最高 27.6 这是去年 这个是批发数据 批发数据呢 并不反映市场的真实情况 但是呢 应该说跟我们物流更相关了 但是从市场中端数据看 这个下滑的幅度就非常大 一季度呢 只有1% 1.3% 去年呢 年底是 四季度是21.8% 下降了20个百分点 所以现在呢 7S电 这个角度来讲 那我们说这个下降的幅度 感觉的力度 比较大 伯子宁我们是两块业务 一块是物流 一块是SX 营营销售这一块 那销售我觉得你们会感受到压力了 这个中端销售只有把那一点几的增长 一季度 一月份不太好 二月份也不太好 三月份下半期好一点 四月份前两天我做调研 四月上期的十几天还是不是很好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这是我们一会儿分析 怎么看待这个数据的问题 从这个景气指数来看 我们根据对江山的这个调研 那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这几个月 按我们做这个景气算的话 它已经处于 叫偏冷甚至过冷的一个状态 大家看 已经到了这个最下面这个 从经销商的这个评价来讲 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批发数据呢 比市场的中端数据要好一些 批发数据大概接近在8% 中端数据只有1.3% 这两个的差距呢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去年年底的形势太好 很多厂家呢 把去年的量就藏到了今年 那在正常的情况下呢 12月份的销量应该比11月份 大概高个16% 这是一个正常的 去过去几年平均值 而去年呢 是12月份比11月份下降了8% 而市场的真实情况 12月份销量火得不得了 所以这个呢 并不是反应 那大家就把去年12月份销量 就放到了今年1月份 所以使得批发数据看起来就 比较好看 还有8%左右 但是终端数据呢 不是很好 那么说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一般呢我们来分析呢 市场这个短期形势 它是三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个就是长期潜在增长速度 我们的2000年到2010年 年均增长33% 乘应车 那每一年当年的速度 就在33上下小幅度波动 11年到15年降到了11% 那每年的数据 11上下波动 那现在降到了多少 我们说这个值呢 短期看呢 它不应该有大的变化 就规律值没有大的变化 那经济面呢 刚才这个蔡伟人也讲了 实际上今年的一季度的形势 比去年还是要好一些 那问题就出在了第三个方面 就政策跟偶然因此 我们看看这个长期规律值 这个我们一直在讲 这是我们对中国汽车市场 始终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 但实际上呢 真实情况比我们的判断 偏乐观的判断还要好一些 那我们现在判断了 未来的这个十多年时间 中国汽车的这个空间还很大 去年是2800万辆 未来我们预计这个峰值点呢 最低也在4000万辆左右 4000万辆算 大概还有1200万辆的 一个增长的空间 那这个空间呢 主要是给了常用车 常用车大概是略有增长 但是微型客车呢 会略有下降 这两个正负相抵 基本上是零 不增不减 两个合起来 增的主要是 我们叫侠义常用车 2800万辆 这个增加这个1200万辆 那这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空间 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汽车的物流 让东西运出去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乐观判断 那么这个判断呢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 很多人对这个有质疑 说这个判断偏乐观了 包括政府也在说 汽车产业是汽车过剩 处于过剩边缘的一个行业 可能想控制控制 但我们说还是比较乐观 因为我们说这个 这个量是可以预测的 就保有量跟需求量之间 当年的销量 这两个之间是一种数学上的逻辑关系 就峰值点 保有量当中的峰值点 除以一个车用多少年 就是销售量的峰值点 世界平均水平看 一般的车用15年报废 也就是保有量除以15 就销售量的峰值点 美国 日本 欧洲 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关系 如果车用的时间长一点 16年 那就除以16 如果短一点就报废 那就除以14 大概平均值是15 这是可以预测 所以我们说 只要能把保有量预测出来 这个峰值点就很好预测 而保有量的峰值点 它是两个因素相乘 一个叫千人汽车保有量 一个是总人口 这两个一乘就出来了 那总人口是比较好预测 如果我们是一胎子政策 那可以预测出来将来是多少 现在是二胎了 那也可以预测 人口学家就比较简单 大概我们人口这个能峰值点 应该在15亿 接近15亿左右 需要一个水平 那关键就是千人汽车保有量 千人汽车保有量也可以预测 世界的这个二十几个国家 达到了饱和了 千人保有量不再增加 那大概美国最高 1000个人808辆汽车 丹麦在保有点里最低 大概1000个人497辆 两个人一辆 其他国家平均就是1600辆 这是基本的一个点 丹麦最低呢 就是因为丹麦这个国家 非常讲环保 对汽车消费采取高收费的政策 全世界的汽车费用最高的 就是丹麦 我们前往不能跟他学 这个费用非常高 另外在交通模式上 跟中国像 发达国家里边都是 中间是汽车道 然后两边就是人行道 只有丹麦 中间是汽车道 两边是有两个自行车道 然后是人行道 所以他有大量的自行车 分流了汽车的保有量 所以他就比较低 大概这个情况 那什么因素决定 千人保有量的高低呢 我们去年做个研究 大概有九个因素 左边这些呢 都是使用习惯呢 加成规模等等 社会性 右边是这个国家的资源 和政策情况 虽然有九个因素 但是最大的决定因素 最关键的决定因素 是人口密度 就人口密度 在80%到90%的程度上 决定了一个国家 千人保有量的高低 那我们看看这个 比如说我们用两个国家例子 这是日本 横的是人口密度 纵向是千人乘用之后保有量 人口密度越高 千人保有量越低 人口密度越低 千人保有量越高 所有城市有这个规律 东京人口密度最高 千人保有量最低 我们把东京再打开看一下 就东京的人口密度 最高的地方 达到每平方公里 接近两万三千人 这么样一个密度 所以它的千人保有量 就一百多一点 到郊区它就高一些 我们再看看美国 一样的 人口密度高的地方 千人保有量低 最右边的一个点是纽约 然后其他的地方 千人保有量就高了 我们再看看纽约打开一下 最右边的一个点 应该往哈顿地区 它的人口密度 达到每平方公里 接近两万七千人 那千人汽车保有量 只有这个一百辆 多一点 不到二百辆 所以它比较低 但是到纽约的郊区 它就很高了 七八百辆 那么如果把美国 跟日本城市放在一起看 橙色的点是日本的 蓝色点是美国的 日本的点普遍在右边 人口密度比较高 所以千人保有量低 美国的城市都在左边 大部分 人口密度低 千人保有量高 但是有一个特点 就在这个蓝点和红点 人口密度相同的那样的地方 它的千人保有量 其实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是一样 那就可以用数学公式 把它模拟出来 所以这个千人保 人口密度是决定的 比如说你开不开车 不决定交通拥堵 不拥堵 交通拥堵 你倒开车 你不开车 是因为单位没有停车位 你买不买车 那是因为你家里 有没有停车位 家里有停车位 你就买车 没有车位 你可能就不买车 这是一个 所以人口密度决定了 你在家里那个地方 有没有停车位 也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单位 有没有停车位 所以人口密度呢 在饱和状态下 非常关键 但是在我们国家 目前阶段 它不是由人口密度决定的 是收入决定的 人口密度决定的时候 是家家都买得起车的时候 那人口密度决定饱和点 现在这个状态下 是收入决定 我们收入高的地方 千万保的就高 发展阶段不一样 所以我谈的是饱和点 所以我们说这个 我们国家呢 由于人口密度呢 分布不集合 全国平均算呢 是143个人 一平方公里 但是我们的人口分布不集合 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很高 颜色深的地方代表 颜色高 代表这个颜色越深 代表人口密度越高 颜色越浅 代表人口密度越低 昨天听我讲这张图了 那我们的东部地区呢 像上海这个地方 市中区 大概每平方公里 已经是9000人了 差不多跟东京差不多了 这个人口密度 但是我们看看西藏地方 一平往里就三个人 甘村64个 青海八个人 所以那些地方呢 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这个地理学家 发现呢 从黑龙江的黑河 到银南腾冲 空中拉阁线 往地下一切 在这条线的东边 住了全国人口的94% 那条线西边只有6% 而且现在还有大量的人 从那条线的西边 往东边走 在这边 所以这边的密度呢 国土面积是43% 就中国是94%的人 住在了43%的国土面积上 这一块的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是300人 300人是什么概念呢 大概就是英国 德国 意大利 他们的水平 那他们能达到前600辆 理论上我们也能达到 这是经济规律 经济上我觉得中国没有特色 你到了什么样的收入水平 你就有什么样的消费行为 想买车 然后开私家车 坐公交车 等等 这是一个基本 所以这个规律呢 它我觉得没有变化 那未来怎么发展呢 我们觉得13.5期间 应该是乘用车的速度 大致相当于GDP速度1.3倍 如果GDP今年6.5 乘用车1.3 乘用车今年就是8.45 这就是目前阶段的规律值 它应该计备的速度 再往后就等速 那到14.5末期 那就基本上要低于这个速度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规律值 它没有变化 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说经济形势呢 它还是变好的 一季度 从工业增加值 到固定产投资 都是略有上升 所以一季度 我们判断了一个形势 滑下来的原因 主要就是政策和偶然因素 那政策主要是指的是 车货税减半政策 去年是减半 今年调高了 原来是 规范的是10 去年降到了5% 今年涨到了7.5% 那这一上涨呢 就大家对今年情况判断不出来 所以去年 有很多人就提前购买车了 特别是广大的经销商 用这个政策促进去年销售 我去调研啊 到100间的时候 就经销商开始打广告 离乘次撤出 100天 第二天再去看 99天 一个月是那个30点 29 28就这样 一路往下降 搞得消费者人心惶惶 就提前购买 那这个量呢 非常大 我们测度了一下呢 大概有30万量左右 是这个因素 整个政策因素吧 超前消费呢 是16 减少了 但是再往上一走呢 可能就是 这是跟均值比较的 跟正常值 那往上走 所以乘用车这个提前消费的量 在40万量左右 至少是这个水平 那这40万如果到一季度的话 这个速度马上就变了 另外一个呢 我们说因素就是一个网约车 那网约车呢 是从15年的8月份开始就比较火 到去年2月2到10月份还是比较火 11月份出新政之后 现在就跌下了 这个因素呢 我们现在判断不是很准 现在只是 现在估计把这7万辆左右一季度 新增原车也掉了 影响了大概是3万辆左右 一个水平 所以这几个加起来 就影响了30多万辆 这是一季度 新增原车呢 是你看去年年底到了 4万8千多一个月销量 1月份6千多 2月份1万6 3月份呢 差不多恢复到一个常态 3万辆 但是它影响了一季度 我们测算至少有3万辆的消费 因为这个新增原车 它不让你上牌 你就是买不了 像北京 就这个也有影响 现在最测作不准的 就这个因素 我们现在说这个网约车 它到底能产有多大影响 如果去年的销量里面 很大一个因素 是网约车拉起来的 那对今年的车市的 负面影响就比较大 最近我们正在做调研 现在还没有判断准 这个因素 我们现在估计呢 在七八万辆 我估计应该不止这个数字 那前年形势估计呢 我们就关键是这三个因素了 我们说车购税的因素 大概4月底到5月份就没了 恢复正常 这个因素恢复正常 现在新增原车车 三分起就开始要恢复正常 能不能这个带来 另外一个关键 就这个网约车 看看这个有多大因素 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情况来看 现在4月份开始呢 这个势头稍微有所复苏 就景气 我们调查下来 这个景气指数 有一个变化 那前年来讲呢 经济形势 刚才蔡会长讲了 我们觉得应该说 还是不错的 有变化 比好比预期要好一点 固定资产投资有好转 工业增加值有好转 货币大放投放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物价指数 这个PPI 就这个因素呢 对企业效益影响非常大 这个指涨得越快 制造业企业 效益就会越好 这个PPI如果是负的 企业效益 虽然你买东西便宜了 但是你卖东西更便宜 你买进东西贵了 但是你卖东西可以更贵 一般来讲企业的效益 跟PPI是正相关的 就PPI就越涨得越快 企业效益越好 这是一个 那企业效益好的话 买车就会比较好 这是一个 那今年这个 两会期间呢 对今年的GDP的速度 做了一个估计 去年是6.5到7 区间的一个调控 实际时间6.7 今年呢 把目标定到6.5左右 是这么说的 就6.3应该也可以 6.7也可以 但是呢 我们看看 这还有一句话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后半期说了 说是6.5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要争取更好的结果 那意思就是 要比6.5要高一点才好 这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判断 对经济 那现在我们看 大宗上游产品涨价 这个幅度 大宗商品涨价 PPI 这个右边是PPI 左边是这个罗文钢 大家看这个倾限 一直在往上走 这个价格 这是煤炭的价格 一月份以后 二月份以后 有所回落 就整体上来讲呢 这个上游产品 涨价幅度比较大 所以今年整个工业的利润状态 这个比较好 那这对我们各行各业信心就好了 煤炭一涨价 我们物流市场就会好 原来运煤不赚钱 现在运煤就可以赚钱 赚钱就很多人就会买车 这是有 所以这个经济形势好 这个物流也是个好的一个开端 那今年整个GDP速度呢 我们估计能达到6.6左右 可能比6.5 要稍微的高一点 所以按6.5去乘 就是8.45 6.6乘1.45 应该就8.6到8.7 这是一个 大概是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说这个 如果把今年常用出来 四个季度 做一下简要的估计的话 一季度是8 二季度差一点 三季度之后 可以往上走 特别是经济 我们说三季度之后 四季度会更好一点 中国的经济还有个政治周期 就往年 只要是开党代会那一年的 下半年形势 一般都比较好 17大 18大 19大 因为要为这个大会 营造一个宽松的 好的社会的氛围 那经济形势好 大家都能赚钱 大家心情都顺 这就最好 所以我们估计呢 下半年汽车 可能会更好一点 再叠加上明年政策 真的站出了 这个是18年1月1号 写到文件里边去了 这是没得商量了 肯定要走 所以今年年底 还会有一次超前的消费 所以总的来讲呢 我估计全年的预测 今年底我们预测是这个8 现在稍微往下调一点 因为一季度速度 真实值它是调低了 这是对全年的一个判断 这几个量点就不讲了 还有一个商用车 我们简单看 那商用车呢 我们说这个1,2月份 情况是非常的不错 20几的增长 那3月份加上去还是不错 这个增长呢 我们说最大的增长 在重型卡车 136点几 翻倍增长 那未来呢 我们觉得呢 这个主要是政策因素带来的 就是去年921之后 查了 查这个智钞 我们这个应该说 汽车物流受影响非常大 上门这双牌子 现在全给了单牌了 原来可以运21个 现在只能14个了吧 12个呢 就是18个 现在只能运 就12个了 这个影响比较大 但是这个物流 这个资源就不够了 能运能就不够 那大家会早 昨天我去开这滚舟码头会 他们说去年内 他们活得不得了 水运 是因为去年年底这个销量 我说那个时候是销量猛涨 运不过来了 今年感觉水路运输的量又下来了 他们今年生意又不好 那跟今年市场不好 有很大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政策 我觉得这个政策呢 应该会持续到6月份 这个力度 那下半年 要开我们新的这个政策 是不是真的按规划去实施 20%不合规地给你占出 明年上半年再来 60% 再到7月1号 全部撤出 但我估计比较难 中国政策只能一刀切 我估计就在7月1号 所以我估计今年商用车形势 比乘用车 总的来讲上半年是要好一点 所以这是我们对今年形势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就一季度的情况 乘用车比较差一点 乘用车比较好 后边呢乘用车会逐步 乘用车会逐步逐步恢复 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长菜大概在7到8之间 当时上半年会比较好 下半年看政策力度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薛长明主任 给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发言 你对这个汽车销售 中国汽车销售的一个预测 以及为什么会做出 这样的一个预测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为什么人们要购买汽车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口袋里有钱了 这个看起来非常的显而易见 但是又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地区的 这个收入水平 以及人口的这个密度来进行 比对来了解 汽车销量的一个增长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中国对于汽车行业来说 最重要的一群人呢 就是消费者 只要他们购买汽车 那么整车生产商 汽车零部件生产商 就会非常的忙碌 那么作为物流行业的一个代表呢 我们现在请来了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秘书长 萧正三先生 昨年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大家上课 那么非常荣幸 也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这个会议 那么根据主办方的要求 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我想就中国的去年这个市场 和今年2017年的中国汽车市场 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那么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2016年的汽车市场 相对于2015年 应该说是比了大家一个惊喜 增长是相对较高的 具体给出的数据是这样 也就是说2016年 我国实现了产销 汽车是2800万辆 那么增长呢 生产是在14.5 销售在13.7左右 这个相对于我们的2015年 这个4.7的增长 应该说是高出了10个点左右 那么具体的它的市场运行的这么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叫做低开高走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2016年的下半年 我们的汽车市场 一路上扬 增长比较快 那么在一季度 甚至是上半年 它的增长速度是比较慢的 其实从2015年的10月1号开始 我国已经出台了这么一个 刺激性的一个政策 也就是1.6以下的排量 减半征收 够置税 那么在上半年的时候 2016年上半年的时候 消费者对这个政策的响应程度 还不是那么很积极 走到了7月份以后 这个指标 就是这个购买的欲望 开始得了释放 那么第二个指标印证了 就是说这个低开高走 也就是我们中国七零主动协会 对整个市场 对我们整个经销商 这个库存情况 或者是对整个汽车的走势 我们有两大指标 进行监测和预测 第一个就叫做库存意境 这么一个指数 也就是说 对市场前景进行了判断 高于50%的 这个库存高于50% 那么是表明市场在收窄 那么低于50% 表明市场在扩张 这个跟我们的PMI指数是相反的 那么50%的这条线 大家看一下 在去年的7月份以后 这条线就在容固线以下 说明市场是开始扩张的 那么实际的库存情况呢 也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经销商里面的库存 实际库存 与我们的预测 是相吻合的 这个库存的数据 也是在 这个往下走 也就是说明市场是非常好 也就是 这是2016年下半年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这个2800万辆里面的销售 我们认为 有一个最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也就是1.6以下的排量 销售是占了整个市场增长的 一个绝大的一个比重 它的销售是2437.7万辆 那么它的比重呢 占了整个销售量的87% 那么同比增长呢 是14.9将近15个点 那么高于整个市场13.7呢 1.2个百分点 那么其中1.6以下的排量 占到我们整个汽车 乘用车里面的比重是多少呢 72% 据我们的统计 也就是说1.6这个72%的贡献率 对整个市场13.7的增长的贡献 是在90%以上 所以说1.6排量以下的销售 是决定了我们的2016年 市场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那么这刚才是一个数量上面的 销量上面的一个分析 那么从具体的 我们渠道 就是网络的发展 是什么一个趋势 我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一个交流 那么大家都很清楚 一线二线 通过限购啊 这么一些政策 或者是包围量非常高了 一线二线 如果能够待得住的品牌 一般都是中高端品牌 像自主品牌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 小排量的一些品牌 在一二线城市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所以说根据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么一二线的汽车销量的增长 是相对比较缓慢的 那么汽车销售的渠道 现在从2014年开始 其实已经大量的下沉 已经走到二三四线 甚至是农村市场 也就是说二三四线 农村市场 已经成为支撑我国汽车市场增长的 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市场所在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国家 就是汽车渠道的一些具体数量 可能给大家在座的搞汽车物流 可能比较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截止到去年底 我国汽车总经销数量 已经达到了26472加 那么同比增长不大 0.7 那么经销商集团 我们什么叫做集团呢 也就是有三家店 4S店以上才称为集团 有724家 那么投资人 就是投资于汽车经营的 那么大概有16000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网络分布图 刚才我们的徐主任 也划了一条线 其实我们这条线 也可以从它的颜色的生前来说 也可以大致地可以分一下 也就是金广县 金广县移东 基本上是 每一个省的 经销商的数量 会在1000家以上 那么以后 金广县以西相对弱一点 最差的也就是两个大省 一个是西藏指示区 还有一个是青海 那么这个分布 从这个城市级别里面的分布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在一线城市 就是26000多家的4S店 在一线城市 它占的比重将近 才达到了6% 那么二线城市达到了13.1% 三线城市13.9% 四线城市21.8% 五线城市22.4% 六线城市达到了22.9% 大家看一下 就是26000多家4S店 它的按照城市 这样的一个分布来看 是二三四 这样的逐渐在增加 那么截止到2016年 我们把这个经营4S店的 经营汽车的4S店 我们从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 还有进口品牌 来做一个分类 也就是经营自主品牌的4S店 已经达到了12546家 也就是占整个经销商数量的47% 那么经营这个合资品牌的 和进口品牌的 相对来说是逐年在下降 其中进口的 经营进口的4S店 大概是10% 11%左右 那么合资呢 41% 总体来说 经营自主品牌的S店 是在逐步上升 这个也与我们自主品牌 从这个建店的规模 要求等等之类的 也有关联 同时呢 也是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国家的自主品牌的生产 已经在往 从水平上也好 从质量上也好 从工艺上也好 已经在提升 同时呢 大家也很清楚 其实市场的增长 按照车型来分 SUV是一个主力车型 那么我们众多的核子品牌 众多的自主品牌 一般主打的 推向市场的 也是SUV 所以经销商 也是围绕着这个SUV 在建点 一个是投资层面比较低 二 这个SUV 在我们的市场里面 它是个主力车型 相对市场比 活跃度非常高 那么刚才是一个 大致的一个新车的销售情况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的二手车 二手车现在应该说 它的包邮量非常大 1.94亿辆车子 那么这么大的存量 但是相对于我们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来说 它的交易量 相对还是比较弱的 去年2016年底 刚刚突破了 1000万辆达官 也就是实际达到了 1039万辆 增长10.3% 相对于2015年 的943万辆 增长2.2 去年已经是一个 了不起的一个增长 当然这个增长 也是通过我们二手车人 不断的多年的艰辛 所带来的这么一个业绩 已经迈上了一个 历史上的一个台阶 上千万辆 但是制约了 二手车市场发展的 应该说 从政策上面来说 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 就是地方保护主义 带来的 限迁 第二个就是 国家的 在二手车交易过程中的 一个税收 不平等 第三个 也就是二手车交易过程中 还没有把它视作一种商品 而是当作一种财产 要层层过户 带来的交易成本 和交易时间上的增加 这样三大因素 是政策上导致了 我们这个二手车的市场 源源落后于我国 汽车产业 实际是叫做 汽车市场的 这么一个发展速度 同时呢 因为二手车的交易量 相对效尚 也是什么 影响了我们的新车 销量的提升 当然 二手车除了刚才说的 政策因素以外 我们也有一些 被消费者 比较诟病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市场本身 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包括 我们的诚信度 我们的透明度 不高等等之类的 也导致了这个二手车市场 发展比较缓慢 那么在二手车市场里面 我们已经 发现了 一个特性 尽管它发展 交易量 很低 相对于这个保有量来说 是很低的 但是呢 它已经出现了一个 很好的苗头 也就是说 二手车市场的发展 已经在有些城市 已经要高于什么 新车市场 它的增长速度 我们以北京为例 当然北京市 比较突出的 比较特殊的 这么一个现象 它是限购城市 一年也就是 22万辆新车 其中还包括了 一部分 是新能源车在里面 那么2016年 北京市的 二手车交易量 达到了 45万辆 同比 尽管比 2015年有所减少 但是呢 它已经 它的增速 已经超过了 新车在北京市的增长 已经是打破了 在某一个区域里面 市场 我们的一个习惯 就是一谈到了 汽车市场的增长 总是联想到了新车 其实在北京 还有包括 我们 这个其他的限度城市 天津 杭州等等 这个二手车的增长 是要高于新车的增长 已经 把这个新车增长 一统天下的 这么一个局面 已经打破了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那么做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 去年的增长 13.7 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恢复性的增长 相对于2013 14 15年 它是一个恢复性的增长 主要是 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 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 1.6以下的排量 这么一个政策 减半征收 构筑式的政策 大大的刺激了消费 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 也就是 我们 从 2010年开始的 从 汽车增长的高峰 逐渐 在往下走 走到了2015年 这个过程 也是我们市场的盘整 作为一个市场规律来说 它是往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要上压 这就是消费者 在经过这近五年的消费积累 把它的积累得以在16年 得以释放 这就是两大因素 促成了2016年的 13.7的总体汽车市场 那么 因为 这个市场的增长 相对于 相对于我们经销商来说 也是碰到了这么一个 好的年纪 那么经销商 盈利 我们 与2015年 相比的话 2016年 它又 有所好转 这个比例就叫做 442 也就是 40%的经销商 是盈利的 40%的经销商 处于盈利 这个水 盈利线的 这个水平上 没有亏损 那么 只有20% 的经销商 是亏损的 那么这个亏损 是什么 主要是 内部的管理问题 而不是市场因素 所造成的 那么二手车 市场呢 将会 已经突破了千万两的大关 这是一个可喜的成绩 这是我对 这个 2016年的市场 做的一个 简要的 一个 汇报 那么 我们也看到 中国的汽车市场 总是出现一个什么呢 大起大落 这个大起大落 我们觉得 尽管是这么一个 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出现了这么一些现象 老是搞得我们企业也好 尤其是我们经销商 无所失从 这个大起大落 其中有一个 关键的因素 也就是 政府 在刺激 我觉得 就像一个 巨人一样 这么大的距离 他的身体状况 到底怎么样 他非得要 打这种强心剂 给营养 他才可以 这个健康成长 如果撤下来 他可能就倒下了 中国汽车市场 就像这么一个巨人 应该说 如果像这样一种现象 一定要国家外部去刺激的话 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增长 那么应该要怎么样去增长 怎么样去保证 像国家所要求的那样 叫做可持续 那么 我认为 个人观点 要保证 中国汽车市场的健康 可持续增长 必须要挖掘 我们汽车市场的 内生动力 那么我也总结了一下 个人的意见 我想这个内生动力 必须是四个方面 我们也讲 既然是搞车 我们不妨 用一个四轮驱动 才可以保证 中国市场的健康发展 可持续发展 哪四个轮子 第一 也就是要保证 培育 刚需 第二 要搞活 二手车 交易 就是盘活存量 拉动 增量 这个存量 就是1.9亿辆的 二手车 要加速它的流动 和置换 和交易速度 要提高 二手车的交易量 来增加 对新车的什么 销售的贡献度 这是第二个轮子 那么第三个轮子 在哪里 也就是 供杆 杠杆 就是汽车金融 这个汽车金融 在中国来说 它的渗透率 还是非常低的 我们的北强企业的 这个平均的 汽车金融的散途率 才达到30%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是包括 汽车金融里面 这个30% 还包括了消费信贷 消费信贷 这样的概念 如果是要细分一下 这个汽车金融里面 最最主要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融资租赁 这个融资租赁 在我们的北强企业 或者是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数据一对比 与2800万辆的 这么一个数量 是极不相称的 它只达到了1% 也就是说 用于融资租赁 利用这样一种杠杆 金融的杠杆 这种力量 来撬动市场的贡献 才达到了1% 源源落后 有美国的80%的信贷 就是汽车金融总额 还有60%左右的汽车金融 融资租赁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差距 同时也是我们 一个汽车金融的南海所在 也是我们的 就是一个前景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 举动力 但是我们要用好 但目前来看 还是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 比我们这个市场的发展 还是落后了很多 刚才就是 这是我对整个汽车市场的 一个判断 也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 那么接下来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 这个2017年的市场展望 四个字 叫神圣的乐观 刚才大的这个宏观形势 和我们大的一个市场层面 他们的这个一个走势 我们蔡会长和我们的徐主任 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所以说其中也提到了 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是今年保持在6.5以上 那么我们对汽车市场的判断 我觉得要审慎乐观 不能像在去年这样一种增长 这样一种思维下来考虑问题 而应该是什么 在去年高增长 透支了部分 今年的市场的份额的 这么一个情况下 来思考这个问题 从今年1到3月份的 这个库存预警和库存系数 我们分析来看 1月份 整个经销商的压力 库存压力在不断的上升 我们经销商对市场的判断 不是那么看好 市场一直在收窄 那么1.6排量 这个政策 今年打了个 去年是五五折 今年是什么呢 七五折 这个尽管会起到一定的 对市场还起到 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我想不会是那么明显的 这就是审慎乐观的 这个审慎两个 我们通过这个政策上面 我们可以得出 那么2017年 我们作为经销商来说 我们也是要关注 两个方面的一些政策 一个就是汽车行业的翻垄断指南 这个已经马上要进行公事 这个翻垄断指南 也就是说要教育我们的经销商 还有我们的供应商 包括主机厂 在汽车领域怎么去合规 合法去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 在市场竞争 激烈竞争的情况下 我们要做到有序的去竞争 这个大家需要关注 那么就是还要关注的一个 就是即将出台的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这个办法已经变原来的 品牌管理办法 为汽车销售办法取消了授权 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非受选经营的这么一种模式 也就是两种模式共存 打破了原来单一的乘用车 这个用品牌的来授权的 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说两种模式将会是以后 市场会存在的 这么两种经销商的 经营汽车的这么一个渠道 两种渠道 一种是授权渠道 一种是非授权渠道 那么预计一下 2017年 也就是今年的汽车市场 增长在5%到10%之间 这个也符合我们徐主任 刚才的8%的这么一个增长 这么一个判断 那么汽车的销售渠道 将会进一步下沉 二手车市场将会迎来爆发 尽管这个只有1000万辆的交易量 与美国的4000万辆的二手车交易量 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呢 我们预计 今年二手车将会迎来一个爆发年 为什么 一个市场的发展规律 发展规律 我们的监测 二手车在这个1000万辆交易量里面 80%是交易在 交易期是在6年 就是新车使用6年以后 80%进行置换 而且这个80%里面 又有70%左右的 是1.6排量以下的 那么这两个 我们仔细一琢磨呢 就发现 2010年买的车 也是1.6以上 1.6以下减半征收的 刚好到了今年 就是6到7年 它必须要 根据这种规律来说 它必须要继续交易 同时 这是市场内部的 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那么同时 我刚才讲到的 影响二手车的三大政策 我们已经突破了第一个 也就是限迁 我们已经突破了 在政策利好的情况下 在这个市场 本身的发展规律的助推之下 二手车 会得到很好的爆发 一到二月份 今年一到二月份 二手车增长 已经达到了22% 这是一个 很好的开局 我相信 二手车搞好了 我们的新车 将会来得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小米助长 给的信息 也是非常的积极的 对2017年的预测 也是非常的积极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影响最大的 是汽车销售量 所以我听到您的这个报告 是非常积极 我也是非常的开心 好 接下来我们是 问问题的时间 这个会议呢 是有录音下来的 今天下午或者是明天呢 大家可以 在我们的网站上 可以看到这个会议的全程的记录 视频一平记录 这些PPT呢 大多数的PPT 我们在会议结束之后呢 也会发放给大家 好 现在如果大家想要问问题的话 或者您想要表达一些什么看法的话 都可以 您想要问问题的话 用中文问 或者用英文问都可以 请举手 我们就会把话筒拿给您 请务必使用话筒 不然的话呢 翻译就会听不到 谢谢大家 首先问一下 观众席当中呢 谁愿意来问第一问题 我先来问吧 抛砖盈域吧 这个问题问所有的 在座的专家 我之前有讲过 中国现在要加强制造的质量 中国汽车的质量 中国的制造汽车的质量 也越来越好 也更加成为全球品牌 比如说出口墨西哥等等 在巴西等等 所以中国的汽车行业 非常注重汽车的质量 这件事情 我想问一下 您觉得中国的汽车制造商 是不是变得更高质量的制造商 中国的汽车呢 是不是质量越来越好了 蔡先生 您觉得是这样吗 中国的汽车的质量 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好了 谢谢 那您觉得这个出口的汽车 我们可以看到 是杰克地的工厂的在开 中国的汽车 是不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出口 我们在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呢 13年前第一次会议的时候 就谈到这个问题 中国汽车的出口这方面 现在是不是可以看到 真正的增长 任何一位都可以回答 是关于中国汽车的出口这一块 昨天那个会议的时候 我还专门讲了一下 这个汽车的出口 我觉得这个出口这个事情 比以前看到了曙光 就这个情况也不太一样 中国以前的出口呢 都是这个整车企业 为了扩大一点销量 国内市场不是很好 在国际市场上 哪个国家有点销量就去了 可能有些一出口 一说这个业绩 就是一百多个国家都有出口 就这个模式呢 可能是在以前我们的产品质量 状态下是不适合的 可能一开始是进去了 一不少几年就出来了 产品质量不符合当地要求 服务 售后服务可能也跟不上 那现在情况发生巨大的变化 就中国本土品牌汽车的产品质量 性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那这两年 在国内市场战略率的一个提高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象征 我看了一下数据 这两年时间之内 在成运车市场里边 自主品牌的份额 提高了九个百分点 两年时间提高了九个百分点 这在两千年到一零年十年间 一共才涨了八个点 一五年 这一年涨了五个点 去年涨了四个点 就是特别这个增长的是在少 集中在少数主流自主品牌 就自主品牌 现在我觉得可以分了 一个是主流 大概有那么五六个 像奇瑞 吉利 长城 长安 上季 还有广汽 大概这几个主流企业 现在销量增长最快是他们 产品质量 有迅速提高 那一般来讲呢 我觉得出口是需要这个 在本国市场上 占有一定的份额之后 站住脚之后 出口才有大的发展 那当初呢 我们在国家发改委 设计汽车发展战略 三步走 第一步叫挡住进口 通过国产化 94年财政策 达到目标了 第二步呢 是希望 自主品牌在中国国内的市场上 跟合资品牌一决高低 各占50%左右的份额 站住脚之后 再去自主品牌实现一个出口 大概是这么三步走的一个战略 实际上呢 我们的自主品牌企业实现了一个创新 把第二步跟你三步给合起来 一块办了 国内也做 也做出口 但实际上 基本上都失败了 出口 就是因为你在国内市场 还没有站住脚的情况下 国内消费者还没有认同你的情况下 你想做出口 非常难 因为国内解决问题很容易 到国际上想解决问题 就很难 我当时接触一个 做出口贸易的老总 整车企业的 他们有一款产品 出口到伊朗 结果发现了一个问题 然后就把这个 换了这个零部件 就把这个零部件运到伊朗去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结果呢 这个零部件运到那去之后 发现还装不上去 因为那一个零部件 是五六个企业给它供货 结果就发现 那个零部件坏的那个 不是个运去这个 后来又重新运一次 两个月 就花两个月才解这个问题 他就反思说 还是我们在国内的管理水平 制造水平 还没达到一定高度 这个时候做出口 一定是不行的 而今天就不一样了 现在国内的这个管理水平 各个角度 当然我觉得要大规模出口 可能还得需要两三年 三四年之后 就还得在国内 再做一次锤炼 真的达到一定度 管理水平 营销 各个管理水平 都提高一定度 才会有 所以我觉得大规模出口 还会有个两三年之后 这样一个时间 但是已经看到了 升级了 我觉得我对出口 非常有信心 你昨天开这会是港口码头协会 都是搞运输的 搞滚装船的 搞滚装码头的 他们也很关心 所以我说这个很有机会 也很有希望 谢谢 谢谢明天的我们的谈话呢 也都是会关注进出口这一块 汽车进出口这一块 肖先生 肖秘书长 你的成员 有没有看到这个汽车质量的增长 就是要改善 您刚才说 中国的汽车的销量 和合资企业的汽车的销量 这个比例呢 中国汽车的比例越来越高了 所以你看到中国汽车质量的上升 看中国人民呢 更加愿意买中国的本土的自主品牌 这一块您有什么可以讲的吗 我刚才讲了 就是关于自主品牌的成长 应该说是从目前来说 这个从技术上来说 这个工艺上来说 都是有自主品牌 都是非常有进步的 同时呢 我觉得一个品牌在中国市场 或者在任何一个市场 它要取得成功 首先要受到消费者的认可 那么中国品牌 在中国市场的不断的提升 是因为从质量上 首先已经在接近我们的合资品牌 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这个接近 我讲的都是小排量的这个车主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一个价格 当它的质量提升 而且价格又是便宜的时候 消费者是 肯定是愿意去买的 第三个就是服务 这个服务如果做得好 我想可能会更加的加快 我们自主品牌 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谢谢大家 还想问一下 萧先生 你刚才说经销商的 经销商的这个盈利水平 是4比4比2 而且现在 可能现在提供 汽车金融服务的 那个经销商还不是很多 而汽车金融呢 是美国和欧洲的 经销商的利润一个专门来源 那我想 零 零不见的 还有这个维修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么消费者是在 CS店做的呢 还是在一些独立的 那个服务供应商那里做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汽车金融 汽车金融一直是我们国家 就是在汽车上面 这个市场上面的 这个拉动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工具 因为这个 在欧美市场 成熟的市场里面 汽车金融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多 同时呢 也是这个 营利 企业营利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说 在众多的经销商 我们国家的 经销商里面 已经越来越看到了 汽车金融 对于销售 以及对于企业营利的 重要性 所以他们都在 加快这个方面的一个步伐 我们叫转型 企业的转型升级 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面 同时我们整个国家 包括银行 以及银行以外的 金融机构 也在关注我们的汽车市场 也想在产品 就是服务产品上面 开发一些 符合我们经销商 同时符合我们消费者的一些 金融产品 所以说 从经销商有积极性 生产企业的关注 还有社会资本的关注 我想对整个汽车市场的拉动 是会有积极作用的 这个石头 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 能不能重复一遍呢 在美国和欧洲的经销商那里 他们从汽车的维修 保养等等方面 可以获得很多的利润 那我想知道 那么在中国 中国的经销商 是不是也可以从汽车的维修和保养那里 或者很多利润人 还是那些消费者 会到其他第三方的独立机构那里 去进行汽车的维修和保养 我想这个企业转型 除了卖新车以外 我们的维修保养 也是我们众多的经销商 非常关注的这么一个业务方面 我们通过我们一些调研 众多的经销商 他的利润 百分之五十左右 是来自于我们的维修 所以说搞好维修 是我们经销商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那么经销商卖车和维修 是具备专业的技术力量 但是也会遭到我们消费者的一些诟病 包括维修的成本和工时等等较高 所以怎么去把这个用户 死死地抓回到我们的4S店里面来 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在中国中高端以上的消费者 我想会大部分 只要是有维修和保养的业务 会在我们的4S店进行维修 尽管价格比较贵 价格比较贵 并非是经销商所造成的 因为我们的配件 在我们国家中国市场上来说 还是属于一种封闭运行的 也就是零部件的采购 没有打开 都是生产厂家指定 指定采购量 指定采购的品种等等 价格也是由主机厂来指定的 所以说我们处于一种无奈的状态 那么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经销商要关注的一个政策 也就是汽车销售管理办法 在这个办法里面 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包括配件可以放开渠道 只要是统治产品 同样能够保证汽车质量的产品 都可以到市场上采购 我想通过这样一种市场的方态 也就是打破了这个配件供应的闭环 那么这个价格是会往下走的 当然我也不反对 我们的消费者会到第三方 就是非受权进这个维修商 那去维修他们的车子 因为他们的价格确实是很便宜 但是质量能不能保证 那就是周遇大荒改 谢谢 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问题要问呢 好 前面有一个问题 然后后面还会有一个问题 那早上好 我是来自Inform的Risk Forum 我想问你们的一个问题 那么你们觉得 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的未来是什么样呢 电动汽车现在中国是非常之热 现在很有可能成为这个引领全球电动车发展的一个领域 这个政府也是这么考虑的 政策也在这么协调 而且下一步这个 现在感受到这个财政补贴新能汽车压力了 也正在探讨 这个财政补贴淡出之后 还有什么办法 现在叫燃油限制 工信部出台一个叫燃油限制标准 还有这个碳排放积分 这两个办法一块用 就让将来这个生产传统汽车的企业 要拿出一部分钱去补贴这个新能汽车 这个办法也在想 但是我觉得下一步的发展的关键呢 是取决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车本身的产品品质的改进 和价格的这种成本的下降 那这个如果好了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发展 另外一个就是基础设施 但是我的判断呢 这个汽车电动车行业 应该前途是光明的 但道路是曲折的 不会按照这个设想那个目标 六十八十一百二二百五百 我觉得不具备这样的一种条件 你现在的新能汽车呢 你的销的主要地方 还坐落在限购城市 大家因为拿不到传统汽车的牌照 而买新能汽车 就真正处于自愿的角度 去买新能汽车 相对来讲还比较少 换句话说 目前我们的新能汽车市场 是政策市场 还不是市场导向 是政策推动的 什么时候这个市场导向 市场推动 消费者需求拉动的时候 这个市场就能够健康发展了 就能够顺畅 现在还政府推动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我一句话描述 前途光明 道路去者 好 谢谢 好 中间有一个问题 你好 我有一个关于 那个汽车保有量的一个问题 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前面能提到的 那个汽车千人保有量 我觉得这个测算过程 也是非常有道理 但是现在就是 我想具体了解一下 比如汽车保有量 在长三角 珠三角 或者是在武汉这一边的话 您这边的话 有那个具体的统计吗 现在这个数据呢 没有确切的 有关目它不发布这个数据 但是我们呢 自己为了研究问题的需要 每年都推算一下 就各地的这个 保有量的情况 因为我们具体的 每个省的千人保有量 我们都是有的 就是测测 在现在我脑子里 不掌握这个数据 都有 我们是为了研究问题需要 必须对它进行测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前面您说到的 就是关于一个 自主品牌的一个汽车的 一个出口 是两到三年之后的话 是有一个增长 也是看好这个情况 那是现在那个 合资品牌的一个出口的话 您是怎么看 我觉得合资品牌出口 如果想大规模的发展 取决将来我们国家对汽车产业政策的调整 就是我们现在股比 是不是非要控制在50% 外方不超过50% 如果股比翻开的话 这个外资企业的出口 会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 我觉得很多企业都可能把中国当作在东南亚地方的亚太地区出口的一个制造的一个基地 现在之所以不放在中国 主要是股比 因为50对50股比它出口比如赚一万块钱 外方分五千 中方分五千 如果它在别的国家 亚太地区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地区建个厂 那可能百分之百都是它的 但是那些国家呢 没有中国这么好的一个基础 因为汽车产量很长 中国自己将来能到四千万里内需 你想想多大的一个规模经济 这个会非常好 所以外资的出口呢 我觉得如果股比翻开会有一个实质性大规模的一个发展 没有股比翻开 再过几年 随着规模经济发展 我觉得外资出口也会增强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那个汽车的一个消费的趋势的话 我想请教一下您的判断 比如说是那个ABCD 这样每个等级的汽车的一个消费趋势是怎么样 我们脑子里这个级别呢 应该是德国大众的那套标准 因为它最先到中国来 所以我们现在国家系统中心在各地推的那个标准 基本上是参照大众的那套体系 就是按这个A00 A0 AB这样一个级别 从我们国家情况看呢 以前的标准呢 以前的车型是A加A0为主 未来会发展到A加B为主 就很多家庭会把这个A级车换成B级车 A0换成A级车 所以A级车肯定还是最大的 目前还能占到55%的市场份额 将来也是会比较大 但是呢小级别车 A0 A00 A00基本上我们很快就会退出了 像那个就长奥拓那种车型 基本上慢慢就就不会有人再要了 基本上就是到A0 但是呢B级车的份额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升 很多家庭在换车的时候都升级了 所以估计呢未来会发生变化 就A加B 这两个是中国家庭买车的主力 谢谢 我完了 好 前面还有个问题 这位坐在前面的一位年轻的先生 我想向各位请教一下 就是说今天你们展示这些数据吧 还是怎么讲呢非常有意思 个别地方还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 比如说像这个合资品牌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是在下降的 这个请各位再解释解释 看看是什么原因 我们想多了解一下 谢谢 继续了 变我的专场 这个自主品牌呢 我们这个对车系的竞争的研究还比较多 研究这个时间比较长了 现在这个自主品牌份额的上升 合资品牌的份额的下降 我觉得可能是个长期趋势的一个起点 不是偶然的 那原因呢 就是自主品牌的这个竞争力 在迅速的提升 那表象上来讲呢 就是这个消费者需求在发生变化 而自主品牌呢 仅贴近了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那怎么讲呢 就是比如说汽车的消费 消费者买车大概看中三个东西 我们讲 第一个叫可靠性 就用起来不换 新车不换 用了三四年之后还不换 这是它最看中的基础性的指标 第二个层面呢 我们叫感官品质 就是外观呢 叫视觉 触觉 听觉 嗅觉 心理感觉 叫五觉 感官 最主要是视觉 就看起来外观漂不漂亮 时尚不时尚 一表盘 那也是 是不是它想要的质感 材料等等 这个是最看中的 在这个感官品质里面 再往上发展的 收入水平更高之后 你会关注性 操控的稳定性 驾驶感觉 噪音 味道等等 就这些方面 你会更关注 那现在呢 消费者随着收入水平提高 正在由只关注可靠性 到既关注可靠性 又关注感官品质 大部分人了 现在还有一部分人 这三个都关注 那消费者呢 现在自主品牌呢 以前自主品牌竞争力靠价格 现在靠价格打仗的 这些自主品牌 都已经败下阵了 那现在既关注可靠性 又关注感官品质 特别是还能一定程度 关注性能 这样的品牌 再提高 现在自主品牌 我同意了一下 大概有15款标杆产品 所谓标杆产品 就是年销量突破10瓦 现在有15款 然后到去年 那这些车型 都是在这三个维度上 都能够做得比较好 所以它卖得比较好 当然我们说这个 还不是说你三个多好 就能卖得好 最关键 你的价格 跟那三个之间平衡得好 你什么都挺好 结果你价格跟盒子一样了 那你就卖不动了 我们都有典型啊 我不举例了 举例对这些品牌损伤 所以你还得 这三个多好 还得价格 因为你同样多好 情况下 你都得20万 大家还是买盒子的 不卖自主的 你如果一几万个价差就行 所以实际上我们说 这三个维度做得好的 还得跟它的成本 能够平衡好的企业 它才能做得好 现在已经看到了几个企业 在这方面表现相当不错 所以我们说 这个自主品牌 这个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 是因为研发能力 为代表的核心能力提升 因为要想平衡得好 必须有研发能力 研发能力要强 所以现在自主品牌 我们说几个企业的自主 像长安 长城 奇瑞 吉利 等等 包括广汽 包括上汽 研发能力都很强 都已经是全面的正向研发 特别是奇瑞 现在它的这个平台开发能力 又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呢 我觉得自主品牌的 确实实实是竞争力的提升 刚才我们讲 实际上JD炮 我们跟这个是一个国际公司 你们可能很多知道 母态战略合作 他们做了一个质量的一个统计 就叫摆车故障 自主品牌呢 大概十年前呢 是四百多个 就一百个车是四百多个故障 三到六个新车 现在降到一百二十个 合资的车十年前是二百八十个故障 现在降到九十八一百 所以以前呢 是四百多 四百七八跟二百七八的差别 一百辆车的故障 现在是一百个车故障 是一百二跟一百的差别 所以在新车这个环境 你不会觉得自主品牌 比这个合资品牌 在可靠性上差多少 那很多方面 那个静态感别更好 空间大舒适 然后材质感觉也好 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一个竞争力的 一个提升的一个起点 未来我觉得可能还会有 现在一些相对弱势的合资品牌 就会比较的困难 再终就讲究性价比的 合资品牌 下一步可能会遇到自主品牌更大挑战 但是那种品牌很强的 像大众 别克 丰天本田 我觉得这些个还会受影响相对会比较小一些 它会一个一个地往上去冲击 所以前景我还比较看好 就是自主品牌 好的 非常感谢 那么我想我们的这个问答环节 以及本节的讨论应该到此为止了 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 讨论嘉宾的精彩的发言 非常感谢 下一节的讨论是11点15分开始 我们要请来我们的好朋友 博士九先生来跟我们做主旨发言 那么现在是我们的茶些时间 大家可以在外面去享受一下茶点 并且来拜访一下我们的几位赞助商